用粉底當然是簡直是醫學級的 它不單是Clean Beauty 還是Clean Science 防曬、底妝、護膚三合一 而且孕婦和小朋友都用得 有時皮膚乾真的很難上粉 這時候就可以加兩滴B3精華在粉底混合用 可以即時做到保濕鎖水 而且B3可以控油,令到沒那麼容易容妝 B3的質地就跟EnviroVel是絕配 所以塗上臉時好像在塗上精華 上粉時我喜歡用淺色粉底做光影 深色粉底做陰影 淺色粉底,光影可以打在鼻樑 眼鏡托位置再拉出去 虎紋、嘴角這些位置 深色粉底陰影固然打在包包面位 你們看看用光影陰影後 整臉是立體很多,而且提升很多 減靈感一流 另外有些人喜歡用遮瑕膏當成highlight case 其實是不行的,因為遮瑕是比較貼近膚色 而highlight是要給你膚色明顯光些 所以分開兩個產品用,不要懶 最後再教大家一個可以極速上眼影腌脂粉底一次過的方法 就是用多功能的腌脂膏 這個Enika也是Clean Beauty 用它來塗在鼻頭、鼻樑、下巴、眼窩 首先用Blender 的一面,印上粉底 再用Blender 另一面,印上胭脂膏 看起來面色很紅潤,整個妝容已經出來了 MemingBart